歡迎收看電影情報站 我是林舒嬅 今天來幫大家整理了 不同主題的電影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 熱映中的電影有哪些呢 熱映強黨推薦要看到的 這部電影是《深海擴散》 它被說是繼深海終結戰之後 跨國團隊他們要再打造 一個全新的變種異獸 其實深海終結戰和深海擴散 他們都是以深海為題材 而且裡面都有出現 巨大的海中神秘生物 但這次深海擴散會在說什麼呢 裡面的主角它是一位 女海洋生物學家 叫做西沃恩 西沃恩她的個性 比較稍微孤僻一些些 而且她這一次 要跟著一艘破舊的脫網漁船 一起出海進行一週的研究 但是你知道西沃恩她的個性 一上船之後 就跟船員們有一點格格不入 所以一開始的氣氛 大家就覺得沒有那麼地融洽 尤其當這一艘船 進到了大西洋深海區的時候 突然被海中不明的海底生物 掉進了它的陷阱 還被它攻擊 這個生物有一點神秘 因為它不但可以腐蝕金屬 而且它還可以透過血液傳染 讓大家的病毒直劍的擴散 還會寄生在人體體內裡面 好 那這個時候 船員就一個一個被感染了 這時候西沃恩 他就必須要找尋方式 來看團員們和解 並且要找到方式來幫助大家 逃離出這樣的病毒災難 受到這樣的海中生物威脅 他們有辦法能夠逃過一劫嗎 我們來看深海擴散 她在這裡 來吧 我是Jerad The Skipper 這是Freya 真正的主持人 什麼事 你做得到嗎 什麼事 我判斷和分析 從不同的形象 從不同的形象 從深海的形象 我需要照顧你的照片 我需要照顧你的照片 是 我們要走 有些事 有些事 什么是这 我们需要封锁 那是中的船 它是在河沫 我們所有人都被人感染了 我可以去 我希望你去測試我們 那些事會發生很快 我們要把我們困住現在 我們現在正在寂寞 你不明白 你不能救我 《銀翼殺手》這一部電影 原本是在1982年上映的 直到2007年 由英國導演雷利·史考特 他親自監督操刀的最終版 現在要重新上映了 這一部是《銀翼殺手》最終版 而且這一部也被說是一部 黑色反烏陀邦科幻電影 也被許多科幻的影迷們說 這是影響後代無數的科幻電影作品 尤其裡面就在跟大家探討說 21世紀複製人的倫理以及道德問題 但因為其實現在還沒有出現複製人 之後會不會有可能出現呢 尤其這個題材 它是改編自1968年 由菲利普迪克他所創造的校說 對當時來說 21世紀是未來嗎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說 現在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 重新來看這一部電影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因為對當時來說 21世紀的未來 他們把它設定在 科技非常地發達 但是道德沦喪 不適合人類生存 所以當時就有精英複製 透過精英複製來去生產複製人 把他們送到外太空的殖民地 來去重施一些危險 又很低下的奴隸工作 但是如果這些複製人 他們沒有遵守規定 如果他違反了禁令 來到了地球上面的話 就有出現一種超級警察 叫做營翼殺手 會負責追捕他們 讓這些複製人退役 就失去他工作的資格 這個故事裡面 就有哈利遜福特 他來飾演一位營翼殺手 叫做戴克 戴克就在追捕一位逃亡的複製人 叫做瑞秋的過程之中 他就發現了其實複製人 他們生存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就來看看這一部 在討論倫理和道德問題的一部電影 《一翼殺手》最終版 《二翼殺手》最終版的 Decchard They were designed to copy human beings in every way How can it not know what it is? Commerce is our goal here at Tyrell More human than human is our motto If only you could see what I've assumed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I want more life It's too bad she won't live But then again who does? More human than human is our motto I've seen things you people wouldn't believe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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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出名 讓他失去了選手的資格 一直很沮喪的他 這時候遇到了他人生中的貴人 虎館長 虎館長就把他帶到了 他所經營的拳擊館工作 眼看著又有機會可以讓他 重拾起他拳擊的夢想 但是這時候禮酒被診斷出 他罹患了Punch Drunk 它其實是一種症狀 會出現在拳擊手的身上 因為他們頭部長期就遭到 然後撞擊 累積下來之後 可能會造成一些腦部毀損的狀況 像是跨境深視症等等的 所以眼看著他的這個機會 好不容易又要來了 但是因為這樣的症狀 有可能又要放棄他拳擊的夢想 而這個拳擊館裡面 就有一位心境的女員工 叫做敏智 敏智就看出了這個兵酒 他對拳擊非常的有熱情 所以就想說 他要當他背後堅強的後盾 努力的支持著他 所以就一直鼓勵著這個兵酒說 不然你又換一個方式 也可以繼續完成你喜愛的打拳 所以這個兵酒 他就想出了一個創意 他就把這樣韓國的傳統曲藝 就在彈所裡結合進了 這拳擊裡面 搞不好會有新的火花 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拳擊風格 這個導演他就說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想法 跟這樣的想法呢 是因為他之前大學的時候在練拳 不然就是窗外 就傳來了一陣長谷的聲音 然後搭配上他這樣打拳的這個節奏 好像意外的滿搭的 所以他就一直種下這樣子 要把它完成成一部電影作品的想法 是不是滿有趣的啊 我們就來看韓鎖裡拳手 你剛才是不然什麼 你也能能開始旁邊? 這個椅子的確實性 這兩個人不如你再開始? 我需要再重新重新後來 你們很久沒有了 29 啊 你又這麼說? 結束三個時候 三個最快的東西 但到了 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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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入選2019年多倫多國際影展 午夜瘋狂單元的電影血液 它是在說全球發生了活屍危機 但是唯獨只有在一個地方 就是居住在密卡茂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印第安保護區 裡面的原住民 感覺就是受到了一種神秘力量的庇佑 他們被保護 所以可以讓他們對於活屍是免疫的 但是你就想了 如果全部的人都知道密卡茂這個地方 有機會可以讓你免於活屍危機的話 大家是不是都很想湧進去 所以就有大量的白人難民 一直想要湧入密卡茂這個地方 當地的原住民就是為了要顧著這個局面 在活屍末日之中 他們要準備殺出一條血路 尤其血液這部電影的劇本 更是耗時了13年完成的 裡面更是包含了一些種族的問題 階級的層面 都是導演想要透過這樣的劇本 和大家一起討論的 尤其你透過預告的片段 你就會看到 裡面這些主角群 不然是用槍線來去肢解這些活屍 或是出動了大型的繳碎機 把活屍繳成肉這樣 應該是許多喜愛看活屍片的朋友們 都會看到覺得很血脈膨張吧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部電影的片段吧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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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lanet we're on is so sick of us that's why the dead keep coming back to life they're immune i'm not what if my baby isn't either it's bad I heard that you can cure bites here Aint nobody immune here but us One of them can come in here and infect this entire camp Behind you You wanna live? Who says we're immune? Adookjaw looks at Hummel I went sui lexiko among the many 最近 there are many software 已經是 她有一個經典的系列 也就是四季的愛情故事 現在經過了數位修復之後 要重新上映 首先我們要看到 這個四季的故事裡面的春天的故事 它是1990年的作品 故事裡面的主角她叫珍妮 她是一位高中老師 她的男朋友就出差了 所以就趁這個時候 她就答應了朋友的邀約 因為她也不知道要幹嘛 晚上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就要排遣一下吉姆 就答應了朋友邀約去參加了派對 在這個派對上 她認識了另外一位少女 叫做納塔莎 兩個人聊聊聊聊的之下 就成為了姐妹之己 這個納塔莎就和珍妮來小抱怨說 她其實很看不慣 自己爸爸的女朋友 叫做伊夫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伊夫跟她的年紀 竟然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想自己怎麼很奇怪 自己的爸爸的女朋友 跟自己的年紀是差不多 這樣子是該叫她什麼呢 所以這個女生納塔莎 她就覺得說她一直很希望 懂事的珍妮可以來成為 自己爸爸的女朋友 所以在她邀請之下 珍妮就和這個納塔莎 她們一家人到外地來去度假 但在這個度假的過程之中 珍妮和她的爸爸就產生了一種 若有似無的曖昧情愫 這個時候爸爸的正宮女友 也跟來了 她也出現了 所以這個四個人就開始了一場 互相試探性的旅程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這個四季故事裡面的 春天的故事 我只是公平 我居住了 我居住了 Jeanne,我的父親,你覺得你不太熟悉了 可能更多你相信我 我完全没有住在这里 你是在街上的街上 但是,我还有一两个房间 不好意思,我来到了 其实,我住在一位朋友 我住在一位朋友 我住在一位朋友 你去哪一位朋友 你去你,你去他 你去哪里 不可以 我写一篇文件 她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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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的专业 我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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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专业 我们回来 我写了 《Transcendental》 它是什么 她说 她说 她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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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专业 她是专业 我不能 遇到 40 sabbuck 春夏秋冬的順序來去拍攝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是 1996年的夏天的故事 故事裡的主角叫賈斯伯 他就和他的女朋友蕾娜 兩個人約好要一起到 布列塔尼海灘來去度假 但是因為他的女朋友蕾娜 就因為一些事情耽擱了 跟改變了行程 所以沒有如期來到海灘上 跟賈斯伯見面 所以這賈斯伯就等著 他就認識了一位餐廳服務員 叫做馬哥 這個馬哥因為他主修人類學 所以他非常懂得怎麼樣跟人聊天 尤其他又非常幽默風趣 讓賈斯伯覺得跟他聊天 好像卸下了心房 什麼都可以跟他講 又很輕鬆 快樂 兩個人好像就若有事無的 發展出一種朋友以上 戀人未滿的曖昧關係 這個賈斯伯也是很忙 他在等待的過程之中 他要去參加了一個派對 在派對上他認識了一位辣妹 叫做羅蓮 這個辣妹羅蓮 完全符合賈斯伯心目中 夏日戀人的這種標準 因為不只是身材不辣 然後臉也是很漂亮 所有都很好 個性很好 但是他雖然外表看起來非常的豪放 或是比較外放一點 但是他對感情有嚴苛的原則 因為當這個賈斯伯想要和這個大妹 羅蓮有再進一步的接觸的時候 這個羅蓮就會說不 他覺得他的人生是有原則的 所以他必須要確認對方也是 全心全意的對待他 他才有辦法也接受他 這個賈斯伯他就周旋在這兩個女人之間 就下不了決定 不知道要選誰 而這時候大家還記得嗎 他是有女朋友的 他的女朋友蕾娜出現了 就出現了他們約定了 布列塔 尼沙灘 這個讓搖擺不定的賈斯伯 這時候心又更加地動搖了 他會怎麼選擇呢 尤其在這個系列裡面的每一部作品 他們都有一個註解 或是裡面會有經典台詞 像這一部夏天的故事裡面 經典的註解就是 我要求全心全意 對方也得是 我們就來看看夏天的故事吧 不可惡 這威脅 那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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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看見那威脅 你應該因為你獨家 但你會讓人單獨 作為一般來說 我沒有尋求 而且沒有人 我沒有愛 我沒有愛 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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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愷抖 敬不 在于卅兹 我 姜 没有再加快 我们能确定 一位有为她的蜜 不准�у 没有在这 没有在这 在该死的的选择 转就是 你趁着 我即将 是有语或是 现在 或论 好嗎? 等一下 我沒有想要不凍乎 但我沒有做法 然後? 我會比你更好 你會比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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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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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選擇 你會選擇 我要選擇 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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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8年得到威尼斯銀展最佳劇本獎的電影秋天的故事 現在也經過數位修復 要重新看大家見面了 故事裡面的角色其中一位是瑪嘉莉和伊莎貝 她們是一對非常好的姐妹 閨蜜 但是兩人的待遇跟命運卻大不同 瑪嘉莉她失婚多年了 而她跟她的兒子相依為命 她就把所有的心力就放在打造自己的葡萄園上面 這伊莎貝 另外一位伊莎貝 她擁有自己的書店 而且她打扮非常的流行 而且她家庭也很幸福 她就很看不慣自己的好朋友 瑪嘉莉 天天嘴上說著好像又有新戀情 但是又指望好對象會從天上掉下來一樣 完全就很不積極 所以伊莎貝她就自己擅作主張 她想要來幫瑪嘉莉尋找對象 所以她就背著瑪嘉莉去登報徵友 而且她還冒充瑪 她就說她自己是瑪嘉莉 所以跟這些對象出去約會 想說要先幫她鑑定一下 如果覺得這個對象不錯的話 再介紹給瑪嘉莉 好 當然瑪嘉莉什麼都不知道 另外一頭 瑪嘉莉跟她兒子的女朋友 叫做羅欣 兩個人相處非常的融洽 也常常會聊天 這個羅欣她有一個問題 就是她和她的前男友 因為她前男友是她的老師 兩個人是師生戀 他們還糾纏不清 這個羅欣她就想說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所以她想要讓她的前男友 也就是這個老師 讓她死了這條心 她想要什麼方式 她想說不如我就把她這個前男友 然後就是這個老師 介紹給瑪嘉莉 讓他們湊座堆 這樣她就可以不用再糾纏她了 是不是滿好的 所以她就想要把這個老師 介紹給自己男朋友的媽媽 也就是瑪嘉莉 好 這一連串複雜的愛情故事 就怎麼樣展開 瑪嘉莉能不能搜尋到 她自己的真命天子呢 尤其這部電影下的註解 秋天的故事的註解就是 當然我要所有男人都愛我 特別是我不愛的人 好 這是這部電影的註解 那這個階段我們幫大家整理了 紅麥導演她的四季愛情故事 有沒有覺得呢 每一部不同的季節 唯獨就缺了冬天的故事嗎 那其實每一部季節 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特別的韻味 我們接下來看看這一部是 秋天的故事 dotROM 聲音 只要是做了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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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當時 我会有个人生意的美食 我找到一个女孩 我会有趣的 这不怎么这么一个女孩 我的年纪 你说 不管你 你会被告一词 这一件事 我会见到她 没知到这 没效果 可是如果那行 你会在什么情况 你会成为了 你老婆的相伴 是可恶的 你不喜欢吗 我不是说这 但我没有决定在拍摄 他是婚了吗 这不行 我愿意每个人都喜欢 尤其他人都喜欢 每次我看一男人和一女一起 我总是最悲惨 尤其是最悲惨 我不能让我问我一些问题 你太多想念了 你来到我了吗 你来到我了吗 我去死了 你去死了 我去死了 我去死了 就算了 他死了 但他死了 但他可以很容易 他还可以回来 他可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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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不可以自己的另一種人 我根本人也相信 人是不必要的 打开发现 不必要的 但在我的心中 我可以与我一样 我不是不是 你不认为何人 你明白吗 因为我爱你 我现在要活着你 但是 但是有很多女生 想的好多人 一样的男人 他可不存在 他只是一样 你不想不信吗 我不是因为我太爱了 我太愿意的 我会想要不想要不愿意和Maxence 听妈妈 没有好或不好的适合 需要的问题是不提出的 我做了一些意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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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回到 Paris,我去哪里 我跟你 我感觉好,但是不同 我们可能也认为我们也在另一样 你爱不想要浮沉的 你会浮沉的 那你不要浮沉的 那些温子滚 真的在泪 在鬼 是魔忍 但所有的宗教都诌在 变化 如果我曾天 我会奉辞你特别的 为什么 因为你被悲伤的 很正确的 你能够准备 你能够零的 有一個愛也不存在 你不要哭嗎 我不要哭 接下來要帶大家搶先看 這一部應該是許多人很期待的大片吧 這一部是天能Tenant 這可是知名的導演克里斯多夫 諾蘭的全新立作 在故事裡面主角叫做 約翰大衛華盛頓 他要靠著天能 來為地球上的人類存亡而奮戰 而且他即將進入到一個 幽暗的國際諜報世界裡面 來去執行一項超越現實中 時間限制的重大任務 而這不是一場時空旅行 這是要逆轉未來 所以你透過這預告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躺在地上 然後靠著一條繩子就爬上了建築物 感覺好像這是一種特異功能 還是反轉了什麼 讓它能夠達成這樣 尤其裡面還有一個亮點就是船 它的船是一大的看點 也要讓大家來思考說 天能Tenant它的意義是什麼 尤其這部電影拍攝橫跨了七個國家 更是結合了IMAX的超大規格底片 還有七十厘米的底片 要來打造非常精彩的場景 尤其這部電影更是台灣搶奸全美上映的 對起來看 天能 尤其他部電影 一些不错的 使用它们很厉害 为我做的 需要一些意义的危险我们面前 我明白 我们正在避免 World War III 我不说我们在这里 没有 No Something worse I gather you have an interest In a certain Russian national Mikes bring me in You really wanna know He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future Time travel No Inversion Name it in Purgatria 你打了一刀,你打了它 我 我说太多了 我试试,保护 你的任何人随着 这就是所谓的生命 这就是预备 似乎 似乎 似乎我好,但我以为你会说太多 这就是我们的物流行 你怎么想死? 老 你选择了一个专业的专业 什么事来的? 这不是什么事来的 这不是什么事来的 有些人在未来需要我们的 I need a tenant We need to save them here and now This reversing the flow of time Doesn't us being here now mean it never happens You wanna crash a plane But not from the air No one's so dramatic Well how big a plane? That part is a little dramatic We all believe we've run into the burning building But until we feel that heat We can never know You do You chose to die instead of giving up your colleagues That test you passed? Not everybody does Welcome to the afterlife To do what I do I need some idea of the threat we face As I understand it We're trying to prevent World War 3 Nuclear holocaust No Something worse All I have for you is a word Tenet It'll open the right doors And some of the wrong ones too Some of the wrong ones too You have to start looking at the world in a new way You have to start looking at the world in a new way And try to understand it Feel it Feel it What the hell happened here? Hasn't happened yet 所以是 這部電影《派遣死神延賤》 hacern plutôt 形子 For a woman The first time Kateng 他叫做九板幻世郎 九板幻世郎 他又是一位死神召喚使人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他為了想要得到 死神的超能力 他就願意為了用自己的壽命 來去跟死神交換他的超能力 所以他就找上了死神石蘭 來去跟他談條件交換 好 他就成功了 後來到了太平的時代 因為這個幻世郎 他為了要生活 所以他就開了一間幻世郎 所有你的疑難雜症 還是不管是你要找失蹤的人 找丟掉的小狗 小貓 你都可以到這個幻世郎裡面 來找幻世郎來幫忙 所以來換取大家的 可能這個諮詢費 還是來幫忙費這樣 好 這個幻世郎有一次 他就收到了一個案件 這個案件是來自於 大阪屋的女主人 他想要找尋私上 在外面的私生女 但是只有給他兩樣的特徵 讓他可以去尋找 第一個就是他右眼旁邊 有一顆痣 第二個的線索 是他的童花紋的短件 好 就給他這兩個特徵的線索 就讓幻世郎去找人了 但同時另外一邊 卻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在戒備非常森嚴的吉緣裡面 他竟然就發生了 連續妓女被殺害的事件 而且這些女子 被殺害的女子 他們也有共同的特徵 就是他們右眼都有智 難道這兩件事情 連起來會有什麼關聯嗎 我們來看《派遣四神》事件 其實我 其實我 死神使いでして 草加玄志郎 職業、探偵、その相棒は 死んでくれよ 寿命と引き換えに力を与える 死神、十蘭 見つけてくれたら百里を出します 調査開始します あれ? これって見なかった事にするのは アリだろうか? 無しだと思います 女郎殺しも奴らの仕業に違いねぇ 問題はなぜ 穀露の女が殺されなきゃならないのか とっても面倒な事に巻き込まれつつ ある予感がするんだけど あんた誰? 私が見えるんですか? なぜ見えるのか 理由は一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彼女に死が迫ってるから なんで今まで気づかなかったんだ お前ら狂ってる こうなりゃこっちもやるしかねぇな 本当に死ぬ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構わねぇ 頼むぜ、十蘭 行為 西郎さん 映画 死神使いの事件帳 九仏夜局 みんなで地獄巡りだ 最後要看到的這部電影是死因無可遺 就是死亡的原因 沒有什麼好懷疑的意思 這部電影可是改編自日本知名作家 桂志佑介 他的小說作品叫《黑色之家》 《黑色之家》這部小說 可是銷售突破了百萬冊 更是拿下了日本驚悚小說大獎的首獎 尤其這部電影 更是找來了金馬影后林嘉欣 他在裡面飾演一位傷殘的怪媽媽 還有找來影帝黃秋生 他們一起同台表戲 他們要飾演的是一對生活很困苦的夫妻 而他們的兒子自殺之後 這對夫妻就和保險公司 因為兒子自殺的理賠問題就一直衝突不斷 進而引發了一連串恐怖的事件 尤其剛才有說到 他是改編自日本作家桂志佑介的作品 那為什麼他會寫出這樣的劇本呢 那是因為桂志佑介他以前有擔任過保險員的工作 那他就是看過這麼多社會案件 很多炸領保險金 所以他就把這樣的現實 就呈現下來表達出人性的貪婪 我們就來看這部電影是死因無可的 一定是他 是他殺了計劇 真是自殺 報告不斷寫 就是這樣 再上來公司騷擾我 恐嚇我 嚇過要死的 她是老婆 曾智玲 你現在肯解約 你小朋友不掃 我當不知道 朱太太,你自己小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朱太太,救命 對不起,我懷疑 我懷疑 沒有了 掃描 那你真的不知道 我寫在不想 你對我 你對我 要上映的這部電影是 《超能希萌的奇幻旅程》 這裡面可是結合了奇幻 愛情 親情和冒險的元素 在故事裡面的主角 她叫希萌 她小時候就在孤兒院長大出生 而她有兩個超能力 其中一個 就是她可以變成任何人的 外型跟樣貌 例如說她現在想要變成 彭云彥 變成周杰倫 可以馬上的變換 另外一個超能力 就是她的傷口 可以極速的復原和癒合 這個能力 這兩個超能力 這個秘密它都沒有看任何人說 直到有一隻在校外教學的時候 她就認識了一對兄妹 叫做湯瑪斯跟麥德琳 認識他們之後 三個人就一拍幾合 聊得非常開心 這一對兄妹也想說 讓希萌到他們家裡面 可以當作是度假 所以就邀請她 來到山中的家裡 大家就聊聊天 那聊的過程之後 他們想說不如現在來 彎點真心話大冒險 來分享一下彼此的秘密好了 所以希萌就在這一對兄妹面前 展現了她的超能力 可以秒變成其他人的外觀 這個也是讓這一對兄妹也覺得 怎麼這麼神奇 也就覺得希萌這個人很酷 他們就會一起玩在一起 隔天這個希萌和湯瑪斯 他們就一起要到森林裡面來去玩 但是意外卻發生了 這個湯瑪斯消失了 可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希萌他就決定要化成湯瑪斯的外觀 回到了湯瑪斯的家中 然後想要就怎麼樣蒙騙大家 在他的家裡面可以長大成年 但是你想變成另外一個人的話 畢竟每個人的飲食習慣不同 興趣不同 說話方式可能也有點不同 究竟他能不能夠蒙混大家過去呢 尤其這個希萌他長大之後 他更隨著和妹妹 麥德琳的相處對他產生了 不一樣的情愫 他能夠騙過他嗎 我們來看這部是 超能希萌的《奇幻旅程》 你好,我叫做希萌 我是公園 你的父親都死了嗎 我不知道 希萌,你幫我拿來拿來拿去嗎 現在的秘密 我會告訴你 我會告訴你 我不會告訴你 我不會告訴你 我會告訴你 你會變成一位 你會變成一位 你會進去吃嗎 我們不能走 我們不能走 是你 當沁門失敗,你不是說他只是去嗎 為什麼你問我嗎 我相信他在城市 我們知道嗎 我不相信 你去哪兒 我的藝術 我相信我愛你 我從來沒有感覺到 你做什麼嗎 我不知道,是個秘密的故事 我已經過了 改变你 改变你 你以为你能做什么都在你生命 是一件事 妈妈 停 我爱你 不管你什么 接著要搶先看這部紀錄片是 《PJ.哈維 戰地時音錄》 就紀錄下了英國搖滾女歌手 PJ.哈維 PJ. Harvey 她的第九章創作專輯 《地下西望工程》的創作過程 PJ.哈維她更是曾經六度入圍了葛萊梅獎 還有八次入圍了全音音樂獎 以及曾經拿下了兩屆水星音樂獎 非常的厲害 這一次臣服了三年 她又推出了新的創作專輯 她深入了科索沃 阿富汗等地 來去體驗戰地生活 更是結合了在地的人文氣息 要去挖掘出出了西方主流音樂 主流文化之外的歷史厚度 而且她更是進入到了 華盛頓特區的平民窟 來去觀察地稱人民的心聲 然後把它創作出一首首批判的歌曲 尤其她更在倫敦地下室 來創造出一個全透明的錄音室 讓人來人往的遊客 都可以來見證這張專輯的誕生 所以待會兒就可以透過片段 帶大家更認識這位英國搖滾女歌手 PJ哈維囉 那今天電影情報站 幫大家整理了不同主題的電影清單 也希望大家都有挑到自己想看的電影囉 我是林舒嬅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愚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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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